当代有特别怪异的修行者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当代或近代的修行者 通常都是在一个领域 获得巨大成功之后 就会丝毫没有迟疑地转向其他领域 当他们在很多领域都取得巨大成就之后 就会不加思索地迈入修行的大梦 这个怎么形容呢 这就好像是他们已经摸透了 这个物质世界的规律一样 转头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升华 开始追求心灵上的危机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 李淑彤的三层楼境界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也一样 不同的是他就是当代人 他被人称为是数学天才 先是获得了国际数学奥赛金牌 而后又被保送北大 就在申请并获得麻省理工学院 全额奖学金的同时 他毅然决然地踏入了修行世界的大门 他为什么做此选择呢 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柳志宇的故事 我在查询关于柳志宇的资料时 发现了这么一句评论 有人说中国不缺修为高的影视 缺的是像亚里士多德牛顿 这样在哲学与科学领域都很有影响力的人 像柳志宇这样有天分的人 就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如果大家看完柳志宇这个人的事迹之后 就会知道这番话形容的到底有多准确 柳志宇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他的父亲是华石大附中的一位物理老师 母亲是一位工程师 这么来看的话 柳志宇也算是出生于树香蒙蒂了 也确实柳志宇从小就异于常人 对逻辑问题十分敏感 读书的时候听人说过一件事 其实这个世界上龙共就分为两类人 一类人特别喜欢数学 一类人特别讨厌数学 而柳志宇就属于第一类人 别人是把学习当作任务 他是把学习当作兴趣 在柳志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他的父母发现自己这个孩子 对数学特别感兴趣 为此家里给他报了专业的数学陪优班 也就是从这个陪优班开始 柳志宇打开了一扇新奇的数学大门 走进了一个令他感到兴奋的世界 他看着一道道数学题的突破 内心会由衷地感到喜悦 就好像这个人专门为了学数学而生的一样 到了2003年 柳志宇以优异的成绩考落了华师一副中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所学校没有什么概念 据统计 全国共有2.44万所高中学校 而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连续多年都是全国高中100强排名榜上的第一名 当然第三方的排名可能不够权威 但是也足以说明这所中学的实力 而柳志宇本人也确实通过这所学校 展现了他非同一般的天赋 到了2005年 高二的柳志宇就开始展现出他的数学天赋了 2005年的时候 柳志宇在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循环赛上 为中国队夺得了一名金牌 并且他因此获得了北大数学学院的保送资格 到了2006年 柳志宇入选奥数国家集训队 这一段经历就他人生的转折点 华师一副中是湖北省首屈一指的奥数竞赛强校 但当时还未出现过一位奥数金牌得主 所以在那个时候 整个学校都对柳志宇寄予厚望 但是此时的柳志宇却开始萌生退役 所有的兴趣都是有一个度的 当这个兴趣变成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竞赛 那么这个兴趣就已经开始变味了 长时间机械式的答题 让柳志宇开始对数学产生排斥 过度训练下他甚至快要失明 柳志宇曾经对学校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个人不需要这块金牌 是你们一副中需要 了解完这句话之后 也就不难知道柳志宇为什么会有后来的选择了 说是这么说 但柳志宇依然参加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在那年的竞赛上全世界共有三个满风 柳志宇本人就其中一个 但是他却并没有像身边人一样欣喜若狂 甚至他比身边人更要郁猛 像他这样的天赋者 心智是要远远高于同龄人的 他时常回顾自己这一路 他发现自己失去太多了 在长期高强度的竞赛下 同学之间相互变成了竞争者 老师和学校想让他拿个高峰 家长喜欢他为自己争光 这样的压力在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身上 慢慢开始生根发芽 他开始感觉自己不堪重负 很快柳志宇就迎来了 他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柳志宇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就发生在他的大学期间 据他的同学回忆说 入学不久后 柳志宇就加入了北大禅学社 禅学社也就佛学社 从这个时候开始 柳志宇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开始坚持长期速食 开始参加各种佛学活动 开始拜访各地高僧 开始参与寺庙义工 在北大读书期间 柳志宇最长去的地方就是龙泉寺 从北京大学的东门出发 大概驾持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看到龙泉寺 龙泉寺建设于公园的951年 大概就五代十国时期 好像这些有才的人 都希望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东西 就好像是李淑彤一样 他们这一类人 更容易被精神上的感触所吸引 所以柳志宇也越来越迷恋修行文化 甚至他开始萌生出家的念头 柳志宇的父母和老师 在得知他这个想法之后 也曾尝试过通过各种渠道劝阻 但是却都无济于事 这一次他不想再妥协了 柳志宇也知道父母的想法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他开始学会表面顺从 父母让他考GRE 让他读美国新闻 让他看经济学文章 他都一一照做 父母让他考取国外的硕士学位 他也没有反抗 到了2010年的春天 一边修行一边学习的柳志宇 收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 并付全额奖学金 麻省理工学院算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 在科学技术方面排名世界第一 在这所大学内 产生了9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8位费尔奖获得者 26位图灵奖获得者 和5位普利词奖得主 就在柳志宇准备踏上学业巅峰的时候 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决定 参加完北大毕业典礼的后一天 柳志宇给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发送了一封邮件 内容为 很抱歉地通知您 我不会成为MIT的学生了 您可能会很惊讶 我决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佛教 并成为北京龙圈寺的移民僧侣 在当时的媒体虽然没有现在发达 但是北大数学天才 顿路空漫的新闻也一下火遍了全国 柳志宇的父母在得到消息之后 直接把他强行带回了家 之后为他准备了两个去美国的行李箱 并且安排好了到波士顿街机的向导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柳志宇告诉父母 他想去北京和同学们道别 这一去之后 柳志宇的电话就关机了 在北大莫名站的讨论区里 有一个帖子写道 世间少了一个柳志宇学长 多了一个贤宇大师 是的 柳志宇给自己取的法名叫做贤宇 他正式出家了 至于柳志宇为什么出家 没有人知道 他虽然没有提起过 但是外界却有许多猜测 有人觉得柳志宇就是众多学子的缩影 最终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推倒了 有人觉得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他这是学术学学傻了 归根结底 在常人眼里的正确的活法 应该是读名校 去名企 在利益之上的社会中 放弃争夺 就好像是违背了常理一样 他们会以一种特别怪异的目光 去盯着柳志宇 然后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活 听听这句话到底有多么可笑 就好像是动物园里的老虎 看到野生老虎一样 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幽默 好像是许多人都忘了自己的初心 好像是人生就应该只有一种活法一样 为了调查柳志宇顿入空门的缘由 曾经有记者去过龙泉寺拜访 但是却没有见到柳志宇本人 他们碰上了一位叫做贤栋的僧人 贤栋并不知道柳志宇是北大毕业生 他是这么回答记者的 柳志宇确实在此修行 但目前还只是居士 他在这里过得很好 每天跟其他修行者一道进行各种活动 当人们向贤栋询问柳志宇出家的缘由时 贤栋单手做理说 一切随缘 自此之后 每当有人拜访 都会有僧人传话说 不便见人 在2010年的时候 柳志宇曾经在博客上写下过一段话 住在寺院里 每日上店 读书 劳动 慢慢的 对性别的关注会少一些 看待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会忘记他是男性 还是女性 或是他的外貌 仿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显化到了一种更质朴的层次 如果关于柳志宇的故事 就到这里结束的话 或许有许多人认为 柳志宇与李淑彤的追求相似 两个人都是为了精神上的深化 也或许会有很多人认为 柳志宇其实就是一个性格不健全的孩子 高强度的压力 让他迷失了本心 但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到了八年之后 变故再次到来 八年之后 一心求佛的柳志宇突然还俗 这一次还俗之后 他也说出了自己出家的真相 他说 所谓的金牌是为了学校 所有的奖项 奖学金是为了父母 他没有一件事是为了自己 他希望能从佛家 悟出生命真正的意义所在 学数学救不了世人 如今的世俗已经太乱了 现在的柳志宇 已经成为了咸语法师 并且考取了三级心理咨询师执照 他希望可以为每一位迷茫人 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果是其他人说这句话 我一定以为他是一个骗子 但是像咸语法师这样的人 完全没有必要通过这个途径 去敛财 求名 这一期的结尾处 我们就不放中章了 我们放一篇对话 曾经有一位和柳志宇沟通过的网友 把他们的聊天内容记录了下来 内容为 志宇对我说 最近他发现自己有时会计较利益问题 他心里有些不安 志宇是个真正做到无我的人 但我怕利益问题会成为他的负担 便告诉他 孟子讲的毅历之变中的例子 不是利益的意思 但志宇接着说 关注利益时就会计较 就会产生无我之风 志宇的境界仍远在我之上 我区分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 是根据不同的情景来分的 这种区分依然把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打作两节 但志宇认为天人合一是天人相分的基础 换句话说 天人合一是体 天人相分是用 人生实际上是有很多活法的 选择权在每个人的手上 但可惜的是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勇气 所以当某一天 真的有一个人想要换一种活法了 他起码是值得尊敬的 因为他可能比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更有信念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